THW 然後我做完之後 才剛一起步而已 才剛起 最後車就直接把我哥這樣撞走 然後我清醒看到我哥就非常被撞死 到今天其實我還覺得 我一直感覺到 我哥哥沒有離開我這樣子 還一直陪著你 對不對 那你今天這首歌是要獻給他 對啊 我一直想說 希望可以回到以前 就是跟他那個好好相處的日子 那今天帶來的歌曲 是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 掌聲歡迎張欣姐 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 要怎樣回到從前 有你在我身邊 那是迷幻都情願 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 要怎樣回到從前 水風做流浪燈 和你在相逢 請你告訴我 是誰說最堅強的誠 如今卻變得脆弱 請你告訴我 是誰說要永遠的燈火 如今讓我孤獨地走 紅紅紅烈烈分風光光 我又曾經有什麼 來來去去過過往往 曾幸福出現我又如何 請你告訴我 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 要怎樣回到從前 水風做流浪燈 和你和你 再相逢 再相逢 這種男生聽到 好感情喔 會起雞皮疙瘩的那種 真的 就連男生聽到 都會感動對不對 對 因為剛剛這首歌 在唱的時候 我看到一位同學 真的 這位同學 你的心情聽到這個是有畫面的 我就想問他哥哥被那個 很可憐 所以你就會覺得 他的命運怎麼會這麼悲慘 對 對 對 你隔壁這位 他從第一首歌哭不起來 你會不會哭到崩潰 你會不會 真是不會 你剛剛聽到也是一直掉眼淚 對啊 那個畫面會不會 因為他哭到 沒有 因為我也是單親家庭 然後我是要帶我弟弟去看我媽媽 然後要登公車 因為我也是單親家庭 所以我必須要很獨立 其實我 其實我很愛笑 沒有 其實妳很愛笑 沒有 我有愛哭字點掉了 而且後面還多長一顆 沒有 大哥 我跟你想這個 你一直出來了 你一直出來了 你一直出什麼 你什麼愛哭字 沒有 就真的要愛哭字 沒有這樣 你又長了一顆 又長第二顆 又進去 對 他說他也很愛笑 他的靈魂裡面是很幽默的 他擋不住 所以他會想要 跟你同一款 對 我了解你那種心情 就那種氣氛你不想 對 我不想他太 太悲傷 但眼淚就一直掉 有感動嗎 請舉牌 這是肯定的 感動 我就不相信有人會不哭 對啊 故意不舉有沒有 就是那種 叛逆是不是 謝謝 接下來又欣呢 那妳在演唱這種歌曲 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這首歌其實是我小時候那個 過關的歌曲 就是最後一關 然後為期半年的最後一關 那這首歌是我媽媽挑的 那因為我們家人平常的相處模式是 比較打鬧式的相處模式 就是我跟我媽媽其實不太像 女兒跟媽媽的方式相處 也像朋友這樣 對 那比較不會講什麼好聽話 對 比較像朋友的方式 對 姐妹淘這樣子 互講這樣 對 那我今天會想要再重新詮釋 就是我小時候 那時候比賽過萬哥其實是 想到因為我後來國中就是 停掉了 演藝事業 演藝事業 開始就是專心讀書 那那時候其實可能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原因 但我想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心情沒有完全調適過來 太快了 對 然後一下子進入了學校的生活 然後突然間跟同儕會不知道怎麼相處 所以 一直到後來累積到 高中升大學那個時候 我到後來有三年的時間 是用藥物在控制的 是 憂鬱症 憂鬱症 那時候可能會在半夜就是自殘啊 或者是失眠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是我媽 硬把我拉去看醫生 對 然後那時候才 聽醫生講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是這樣 可是其實那時候一直不想承認 然後也一直對 就是抗拒這所有的事情 那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 那一陣子其實最痛苦的是我媽 因為她是每天晚上這樣子盯著我睡著 因為她怕 擔心 醒來的時候我可能 意外出現媽媽親筆姓 讓房友心痛哭啦 她要你記住說 以後不准對她只報喜不報憂 然後媽媽偶爾也會變聰明 然後要幫你分憂喔 假如你不曾保護我 假如你不曾保護我 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 是你